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今天又到山里面去逛了 哎呀 这个山 我已经到这里了 车子能到这里 然后呢 发现这里有两辆摩托车啊 这里有个 一条路 这条路啊 我听说上面是有一户人家 这两部摩托车呢 应该就是去上面这一户的 看这个情况 应该这个路是非常难从 啊 但是这里看的话这种 石头路 路面还是蛮宽的 为什么摩托车不敢上去 我在想啊 要不要我们试一下 开车上去 不知道能不能行啊 试一下啊 现在我们要上去看一下 哎呀还是蛮过瘾的 这个路啊 斗是蛮斗的 但是还好啊 因为路面都是 弄小碎石 石头路 弯也蛮大的 然后呢 我已经过了这个山澳 哎呀 里面 今天烟雨蒙蒙啊 烟雾蒙蒙今天 下点毛毛细雨 哎呀 这种里面啊 像这种天气 在山里面啊 是 睡舒服的 然后呢 现在我到这个山澳 终于看到了 不知道是一户还是两户啊 这个真的是 算得上是世外桃源 我真的是蛮佩服的啊 这里 像是大山深处 哎呀 大家看一下 既然还有 电井楼房 真的是 我们要去看一下 有机器 〔一户〕 〔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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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宅着船 搞干 他是 宅着 搞干 стоит了 toyla h 好 哦 就跟铺里讲了 铺里面 Chamby 没 没哦 都你不拍了 慢呢 等等 s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公鸡 老母鸡 这个公鸡漂亮 应该有三年左右 跟他们的两个也是老母鸡 这几个 全都是老母鸡 全都是黑的 建官发财 建官发财 我们从那个山绕过来的 然后就一路绕过来 在这里 旋路是山 他说有三户人家 然后有一户子进去了楼房 背面也是山 那里有个饮用的树垂石 然后 没有信号 信号一点 只有几户人家 土鸡 老鸡 最后也有白猫 值得 摆脚 采锅的 不然我没有 这个的哦 嗯 嗯 中个给它们的双蓝的 哦 给它们做了 给它们的 不要 给它们的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这位美女一个人自己上山去捡鼠笋 这个鼠我也不知道叫什么鼠 捡一些这些鼠笋拿出去卖 他叫我帮他拉出去 因为他没有车 等下他就一起坐着我的车出去 这个鼠笋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笋 我没吃过不知道好不好吃 等下我跟他买一些拿回去吃一下 我看一下这些鼠笋能不能上架 然后还有跟刚才那位大叔说了 他的老公鸡 我店铺下面都会有像山里面的这些东西 特别这个山连的老公鸡还有老母鸡都会有 大家如果有需要都可以下单就可以了 都是这种山里面的商货 他今天都这样捡了这一袋 这一袋的话有应该有五六十斤了 现在他还在里面了 里面捡刚才的一斤应该有二三十斤了 哎呀现在在这里面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